DUF天然气是一种优质的燃料和化工原料,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天然气主量最大的国家,而随着中俄两国有益的运进加深,中国也有望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。 这也让中国天然气的应用领域变得更多。 近日,中国科学家又有新发明,让天然气将能变为火箭用燃料,作为天然气中的主要成分。 甲烷是有机化学中最难被转化的分子,就在近日,这一最难被转化的顽固分子,被中国团队以低廉的成本驯服。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,夺得了有机化学研究领域的圣杯。 通过我国上海科技大学一个年轻研究团队的努力,我国掌握了在常温条件下,就可以低成本,高效率的实现产蓝转化方法。 随着这项技术的功课,中国未来将在蓝转化为火箭推进进燃料的方案,也将成为现实。 中国火箭升空的成本也将在一次下降,他们这次所使用的光速氧化还原、催化,是一项新兴的催化技术。 由于其风险性,此前先手有人进行尝试,DUF该团队足足花了两年时间,才终于在今年5月,确认了最优的催化器组合。 并且根据实验显示,在极其普通的三绿乙醇的协同作用下,配合这种新的催化剂,团队成功的使用商品化LED光源,作为反映能量来源。 在室温条件下,顺利实现了高选择性的甲烷,到高附加值产物的转化。 由于这个团队利用的是一种很少使用的材料作为催化剂,是中国进行转化的成本,相较过万一靠博,它的贵金数催化剂,大幅减少到它们的万分之一。 这一材料就是在中国的稀土资源,占比近50%的优势资源市。 目前,上海科大已经和相关公司签订了合作转绕协议,开始百公斤级的生产。 DUF中国近几年,多项领域都有了十足的进步。 在几年月初的时候,我国中科院采用超快探测方法,和极端高温高药试验技术,合成出了超高含能材料去核达和金属弹。 这种材料将是目前TNT能量密度的十倍以上,同时其如果应用到火箭的发动机上,也将使我国火箭的起飞重量提升数倍以上。 现在,上海团队的成果让甲丸可以转变为液态,在固态和液态火箭燃料都有了新突破的情况下,未来中国的火箭,乃只导弹都将能飞到更远的地方,让世界对中国光目相看。 然而,中国这一颗岩成果,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坊上发表。 从目前中国的进度来看,中国已经开始走上预期的道路,未来的中国对得起中国现在的期待,至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点栏粉串 Helen